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导致跟孩子关系不是很亲近 其实有一个动画片就说的是这件事 说池塘里有群小蝌蚪走丢了 没有一只想去找爸爸 因为他们知道找了也没有用 爸爸肯定会说 呱呱呱呱 意思是找你妈妈 而且我作为一个全职爸爸呀 经常会感觉现在好多家长太焦虑了 他们过于看中孩子的考试成绩了 我就觉得考试呀 及格就行了 现在我们家孩子也上学两年了 我就发现呀 我有点过于看中孩子的考试成绩了 前两天考完试 跟我说这次数学考的可是不错 因为只有一道15分的大题没做 所以应该能得95分 成绩发现了以后 我说你这应该是有一道95分的大题没做呀 考这么差吧 答也不合适 我只能寻寻善诱 我就问他 你长大以后想干点什么呀 他说我长大以后想当科学家呀 我说那就对了 想当科学家呀 您得好好学习呀 孩子成绩虽然不好啊 但脑子转得真的挺快的 当时就明白了 那我就不当了 谁爱当谁当吧 我就跟他说 那你长大以后总得要有一份工作呀 他显然还不明白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问了一个非常失礼的问题 他说你不是就没有工作吗 我还得给他解释 我怎么没有工作呀 我的工作就是当你爹呀 他一听又明白了 那我长大以后也可以当你爹呀 那时候我才明白啊 为什么男人在成为爸爸以后 会主动承担这个赚钱养家的责任 因为这比带孩子容易太多了呀 我都想好了 我做了这么多年全职爸爸以后 逐渐有了一个正常人都不会有的念头呀 我想上班 我媳妇知道了以后 非常的生气啊 说什么 你还想跳槽是吗 你可考虑清楚了 爸爸这个职位 原则上轻易是不会换人的 可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呀 哪还有什么铁饭碗呀 都是能者居之 所以说呀 跳槽呀 一定不要先让你的老板知道 因为他肯定会软硬坚实地去挽留你 同时 偷偷偷去招聘新人 因为我媳妇马上就开始上网 找人全职带孩子了 你们可能不知道 全职带孩子现在有多贵 就这么说啊 我看到那个薪资待遇以后 就感觉 这活我也能接呀 我甚至可以去给别人带孩子 唯一的问题就是 这孩子有点职场歧视 不要男的 所以我现在军继续做全职爸爸 不是为了别的 就是为了挑战一下 女性在教资有方这一块的垄断地位 洗牌行业格局 而且 我最想做到的事 就是以后 如果小蝌蚪再走丢了 身后一定会传来四个字 爸爸在这 用蝌蚪的话说就是 挂挂挂挂 谢谢大家 我喜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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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